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戴萌兔 又到了每月一期装A186的时间了 这期视频来装杂志的第36本到第39本的内容 零件主要就是汽车发动机舱式的一个侧臂零件 以及一系列的这种小部件 还有就是跳蹲的部分 这次也要开始安装了 大家都是老朋友了也就不多废话了 我们直接开工 这一整块的零件都是金属铸造件 特别的扎实有分量 首先在侧臂零件的末端 装上一个连接零件 这个连接零件是在第34本杂志当中的 在零件的另一端 同样也要装上一个L字型的连接零件 把整块零件翻个面 在背面的这两个洞上装上两个管线连接件 然后拿出汽车底盘 把这块白色零件装到车头的右侧 用三颗螺丝把这块零件和车架固定在一起 拧脱里面这颗螺丝的时候 最好是把刹车助力器给拆掉 会稍微好拧一些 和前旋挂之间也需要用一颗螺丝固定 在侧臂的后面同样也需要用两颗螺丝固定 最后在刚才拧螺丝的地方 再加上一个盖 把螺丝给遮挡住 现在安装的是装防冻液的水箱 首先把上面的盖子装上去 然后再上下合体 装完了以后先放在一边待用 现在装的黑色的小零件是燃油滤清器 另外一个黑色的小装置是油气回收设备 把刚才装完的小零件全部都装到车身上面去 装在侧面的这个是怠速提升开关 装在下面的是燃油滤清器 装一端25毫米长的软管 一端插在刹车助力器上 另一端插在下面的接口上 把刹车助力器上面这一端比较长的软管插到下面的接口上 把从车身下面穿出来的后刹车的刹车线接到接口的另一端 在燃油滤清器的上面插上一端60毫米的软管 在燃油滤清器的下面插上一根450毫米长的软管 软管的另一端穿过底盘下方的固定卡扣 底盘的中间也会有一个卡扣 继续穿过尾端的卡扣 最后把软管穿过后车轴 把软管的另一端插到油箱的小洞上 相同长度的软管还要再插两根 走的是相同的路径 全部都接完了之后可以看到三根油管 再加上一根刹车线 整齐的排布在底盘下面 非常的舒服 在刹车线接口的下面 再插上一根100毫米的软管 软管的另一端穿过车身下方的小洞 从车身的另一端把这根软管给抽出来 软管的另一端插到刹车上 这样子的话前轮插车就接完了 下面安装的是车头跳灯的部分 首先安装上跳灯底座 拿出半根传动轴零件 在上面插上齿轮 接着拿出另外半根传动轴 然后合并在一起 传动轴拧完了之后 记得要检查一下是不是一条直线 千万不能歪了 然后再拿出一个三字形的小零件 中间穿上一个弹簧 装到马达盖板的上面 在背后用一颗螺丝固定住 继续拿出车辆的底盘 在跳灯的基础上装上一个马达 再装上刚才装完的传动轴 在驱动马达的上面 加上一个盖子 用4颗螺丝固定 在没有盖板的另外一边 是使用一个小耳朵 压住这根传动轴 这边两个螺丝拧完了之后 本月4本杂志的内容 就全部都组装完成了 装到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我认为这一套产品的还原度 还是相当不错的 全部都装完了之后 不说会修86吧 至少86身上每一个部件的名称 肯定都已经是知道了 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视频的最后 不要忘了点赞和分享 我是戴萌兔 我们下个月再见 拜拜